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 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政治正确真是可耻 难道他们不是人吗 原来现在很多俄罗斯的学生 是被澳洲大学拒绝入学 即是有些大学就不再修俄罗斯的新生 好像 ABC我们国家媒体 就访问了几个 这么惨的人 一位学生就叫做Rossland 露斯兰 原来 他是强烈反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并且三次在莫斯科 举行过反战抗议的活动 符合西方所谓普世价值 为什么让你入学呢 而且他还收过 俄罗斯警方的一个警告 说他再搞多一次 立刻抓他 废捕的威胁 他没想到 来到澳洲 他反而是 面临很多歧视 很简单因为他的护照是俄罗斯 他的国籍是俄罗斯籍 他没想到 他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 反战 结果在这个国家 他就受到歧视 他 其实 就有朋友推荐他读 迪肯大学的创意艺术碩士科 他就说 我申请是因为我很多朋友在这里读书 而且觉得不错 迪肯是不错的 但是被人 直接拒绝 他觉得很惊讶 对于这个结果感到很失望 很难过 因为他有担心 回俄罗斯遭到报复 所以他只是留下自己的名字 没有说自己的姓 他说其实都很麻烦 他拍了照 他在这个 ABC的这个网站上面有他的样子 回去可能也很麻烦 他就说 他收到这个拒绝信的原因 很简单 就是 我们一概不接收 来自俄罗斯的身生 这样 还有什么原因 目前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收 普世价值是什么 没有 真的没有 当然 记者就问 迪肯大学 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评论 其实不用评论 因为很多的俄罗斯身生都是 或者有些 就是 读读那些他不能赶你走 那些是 申请新的俄罗斯籍的身生 基本上 就不收 为什么 原来 他们就 很多的教育学者就说 可能由于 形势敏感 很多在 澳洲的俄罗斯学生 对于 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都不收 他说 我不明白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没有的 原来我都说过是没有的 台湾没有 西方也是没有的 那些愿意接受ABC采访的人 他们也都说 俄罗斯政府 他们用入侵两个字 跟西方是一样的想法 的决定 令到他们受到影响 但是他们表示 令人最深寒的是 澳洲人 针对他们 俄罗斯国籍 的歧视 就是 令他们最深寒 不过 他们说 这不是普遍现象 是大学 但是 孔夫只讲有教无虑 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 你觉得俄罗斯人 没有资格来澳洲接受教育 我经常讲一个极端的例子 是不是在监狱里 犯了重了 人们没有机会接受治疗 当然你可以说 他们不同 关乎人命 但是都是同一个逻辑 是不是 而且 他们是罪犯 是真的犯过事 但是这些俄罗斯学生 其实和你们拥抱的价值是一样的 竟然拒之门外 这个比我们说的这些奥运选手 奥运选手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中立都不允许参加 现在 他们有示威 比较差点被抓也不行 撑你也不行 撑你也不行 因为你是俄罗斯国籍 其实这个不是他们经常讲的 你不可以用出身论去说别人的 结果他们就是了 就持名双标 是不是 他们就说 自己做出的斗争 其实和 乌克拉民众是没办法相比的 但是也不希望在这个国家受到歧视 其实他们说的是和你们完全同一套价值 好像 一位来自墨尔本大学的博士生他叫Alexandra 他 只是提自己的名字 不敢说自己的姓 他就说自己对于 刚才那位 老斯兰这位乡里 的遭遇 他觉得 很惊讶 他就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开始的一个星期 他就从 俄罗斯回到澳洲 他很远 你知道俄罗斯有些地方近北极 我们近南极 有些地方 距离千里之外 看到 这个 特别军事行动 就说是他一生中最 痛苦难忘的 经历 独自一个人 来到一个 环境全新的国家之后 他发现在结交朋友很困难很难 讲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有点被孤立 他亦都说 这样 令到他很心痛 听到刚才那位 乡里 不让他读书的经历令到他很心痛 墨尔本大学另一位博士生 就叫做玛丽亚 他亦都是反映同样的感受 他就说 在 开战之后作为一名俄罗斯人 在澳洲感到 没有安全感 他就说我不知道同事 还有街上的陌生人会做些什么 一直都没有什么 但是 这种 当然 可能是一种社会气氛 令到他担心 其实 我们作为唐人都感同身受 当时 记得吗 19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有些在美国真的被人动手 澳洲就被人同压车房 有些或是蝙蝠在那里 非常之侮辱性 他说虽然有不安的感觉 但是Assandra和 Maria 他亦都说 澳洲民众打破了 他们的遇上 其实 当然 他亦都遇到一些歧视他的状况 但大多数人都对他友善 两个人亦都说澳洲人似乎能够分得清楚 普通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政府的行为 其实做出不公平指责的是占少数 他亦都说大多数人对事情 都特别同情 但是在 欧洲就麻烦了 你知道立陶宛的国家 波兰 在那里怂恿人 那些 说明那些国家领导人 另外 俄罗斯籍的摄影师 华伦丁 其实他就是 在 含尊的母校 MIRMIT 即是墨尔本王家里公大学 是学习视觉 学艺术 他只是提自己的名字 也不敢提自己的 他就说 虽然自己做好罪坏打算 但当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时候 自己觉得很震惊 在声明看来他真的想哭了出来 因为真是太糟糕的事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你不让那些中立球员 运动员参加什么参加 其实你不是将这些中立的人士 退向对价 很蠢的 其实 很野蛮的方法 真心说 这个美网 澳网 现在温网都不是这样做 都给他们参加 没错 华伦丁九年前就从 俄罗斯到澳洲 他一直 是公开表示反战 但是他 俄罗斯的大多数家人 和他意见是倒反转 他就认为这个是因为普京的宣传 令到他们 对外界是不知所言 为了一套 避开磨擦 他就说从来不和 家人讨论政治 这个就是聪明 这些分得清不止 那些黄友说 我要地家出走 断绝父子关系 都要和你 或清界线 家人就是家人 他说他对他父亲 他对他父亲很自豪 因为他和他父亲 在家里 是一个不相信普京的人 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被人歧视之外 最大是 资金问题 他们没有钱读书 是因为制裁给不了学费 去年很多西方国家就对俄罗斯各个银行实施制裁 这种方式对俄罗斯私家的金融压力很大 在澳洲 制裁就包括俄罗斯学生在内的俄罗斯公民 这些也是 说真的 你制裁的寡头 也算了 你制裁的普通人 最搞笑的 他们的理论就是 使得普通俄罗斯人讨厌普京 然后推翻他 普通老百姓有多大权力 俄罗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好像刚才我说的 罗斯兰 他妈妈曾经 特意 去哈萨克斯坦 因为是邻国 想着去哈萨克斯坦的银行 汇钱 结果他的制裁很厉害 他是知道你的钱 是来自俄罗斯的 之后就不让他交易 所以交学费很困难 汇款一直是很大问题 因为每次都要找 一个新的汇款方式 之后就被取消 另外刚才那两位博士生他就说 他们 拿cash很麻烦 你知不知道他们怎样拿钱 他们 就是 飞回俄罗斯 然后通过一些途径去拿钱 之后 将尽量多的钱 带到澳洲 说要申报 要成的 好像每人在一万元澳币之内 所以其实都是很麻烦 当然这位阿姐 就是 被迫 自己 赚这个生活费 其实 很多人都觉得 这样是不对 现在澳洲计划是将 英文技能水平 和学习 学习 艺术 其实 这些 很多都是俄罗斯人想提高 英文水平 学习艺术其实都很多 学一些视觉艺术其实很多外国人来我们学视觉艺术 来自 这个 Monash 大学的 电子研究中心副主任 其实他是俄籍人士 基塔夫 他说 我都想向你伸出援手 基塔夫其实是 澳洲俄罗斯社区一个相当受尊重的人物 他在澳洲住了二十多年 我跟你说其实以前前苏联解体 因为他的科学家都很厉害 很多人来到澳洲教书 我都说我以前教物是乌克兰人 那就是 苏联解体时候来这里 我以前老师也有伊朗人 其实 普通人就将政权和那些人分开 但是 你知道那些政客很差 他鼓动一下可能有些人 借一些极有份子出来搞搞阵 基塔夫其实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 他在2022年 就被澳洲各大大学写了封公开信 敦促他们 接受因为战争而逃离俄罗斯乌克兰 还有 是白俄罗斯三个国家的学生 因为这些人 其实他们 都是对于澳乌战争 是 没有 支持 除了学术界受到冲击之外 其实 很多人都是被人歧视 包括这位教授 其实他也是坚决的 批评暴径 他就说 在澳洲很多俄裔人士 都跟他想法一样 就是觉得无理由无缘无故地动手 他就说不可以接受 其实他跟 那些西方普世价值基本上是一样 所谓普世价值 他都考虑到迪肯 大学实际上是第一批 非常积极 非常积极回应他的大学之一 但是他就觉得很 惊讶 明明你答应了我会帮俄裔人士 结果他就 不收俄裔人士 这家学校也挺假的 斯塔夫博士就说 俄罗斯青年人 特别是学生 一直都有抗议这场战争 走得很前 俄罗斯学生在澳洲的时间 可以改变他们的心态 亦都可以催化到改革 如果俄罗斯年轻人 他不了解民主和自由原则和价值 这种东西是否不可以变 尤其是 当然美国和德国 他们就没有那么疯 他们都说 俄罗斯人来申请 庇护可以 没有问题 亦没有所谓的禁俄令 是立陶宛和芬蘭 芬蘭 麻烦 跟不跟 跟立陶宛 搞得没得做 是不是 前 芬蘭总理那位美女 现在没得做 其实 那位 博士他都对 应该有自信 以及 既然西方 你说到自己那一套 值得学习 那你就 宣传自己和平民主 那一套 但你又 你不是你避开他 其实 这件事都是失去了自信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